大家好,欢迎来到Taira Talk Taira是一个属于台湾年轻研究者的友善场域 我们全年每周末都会举办一个Taira Talk 它的闲讲形式跟内容都很自由多元 也希望大家都能依据自己不同的职业生涯阶段来这边分享的成果 不一定需要是完整的 但是只要你想讨论或者是练习演讲的话 都欢迎大家来报名 那你现在看到在荧幕上投影的是我们接下来的演讲预告 那如果这边有一些还在学校就读的同学们的话 那我们有两个蛮有趣的演讲 一个是在7月底是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还没到那个阶段是考PhD Candidate 那How to have a successfulPhD career at Junior 那在这个7月30号的隔周 其实是另外一个是你考完PhD Candidate之后 那后面的Senior PhD Student 那你要怎么样去有些mindset 让你经历到你毕业Defense的过程的演讲 那完整列表 这边你可以扫QR Code 那这个演讲之后可以再告诉大家 或者是chat上面也都有贴着了 那同时本厂也有发行那个NFT 那就是我们在演讲之后也会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有兴趣领取的话 要怎么样领取的过程 好那我先关掉这个share 好那我现在要开始介绍今天的讲者 我们的讲者是吴燕荣 那他所要演讲的题目 之前是英文的版本 那中文的版本就是机器学习在太空科学的运用 那尝试与挑战 那他所告诉我们的background是说 他在2017年成功大学物理系博士班毕业后 他就到了伯克莱UC Berkeley的太空科学实验室 做Postum 然后之后就走不掉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演讲交给你开始 谢谢 OK 好谢谢民学的介绍 我刚刚看了一下名单 好像很多听众都是 都是算是做太空科学相关的同学 或者是老师甚至 所以我今天介绍的 我今天的演讲可能会对你们来讲 对有一点太空科学背景的听众来说 可能会稍微浅了一点 然后所以假如你们有 不过anyway 你们假如有任何 任何comment或者是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也可以随时在演讲中打断我 然后问问题这样 好那我今天这个礼拜准备的演讲是关于 机器学习在太空科学的运用 我会谈到一些我们所做的尝试 然后也会谈到一些我们失败的部分 好然后我目前是在加州大学博克莱分校太空科学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 好这个是我今天演讲的outline 我主要会先花一点时间讲一下近地太空环境 就是就是space environment 还有在近地太空环境我们得到data的方式 然后再来我会介绍一下我们在利用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台湾中文好像是翻作主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主成分分析好像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方式得到的结果 然后这个分析方式主要是用来找寻 就是我们所做的应用是主要是来找寻一些特征模式 就是从我们所有的2D的image里面去找到一些空间的pattern的模式 然后再来第三个主题是有关于神经网路的一些尝试 我们所做的我们尝试使用所谓的long short term memory 这样子的一个architecture 然后从想要从我们的太空资料里面来去找到一些 是不是我们现在非常popular的neural network的这样子的一个architecture 是不是可以运用在我们太空科学方面 然后最后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失败的部分 就是我们最刚开始想要的想法就是想要integrate 想要结合两个太空计划就是两个卫星的观测 就是利用neural network的架构去结合两个卫星的观测 但是这方面的尝试是失败的 所以就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样 好OK 那刚开始我们就先谈到什么叫做数据 就是以科学的角度 以科学家的角度来讲 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工作都是一连串的数据 但是数据其实是在生活中你会接触到 就是你从早上一起床就会开始接触到的资讯 然后其实数据呢就简单讲 就是用一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所有可以经过数字化的讯息 然后我这边放的这张图呢 就是显示你不管十一住行娱乐或者是各行各业 你都逃不了处理数据的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那假如数据的产生量跟数据量大到一定的程度的之后 这就是我们现阶段大家很常讲的Big data 大数据的就是我们这几年 就是近年来的这些数据产生的方式 还有数据量已经能够符合我们所谓的大数据的特性 然后所谓的大数据会有哪些特性呢 它主要是有三个V 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数据量 你的数据量要到够大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数据产生的速度 其实数据的产生 数据的Velocity的部分 其实有包含产生 还有你Io就是你存取的速度 然后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数据的多元化 你可能有一些结构化的资料 然后也有一些非结构化的资料 假如你看到旁边的这个Plots 你会看到甚至还有一些数据的形态 是介于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之间 然后这边叫做大概半结构化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的数据 但是简而言之呢 现在以现在的科技的进程 我们就就有就是把我们现在的社会 推向的这个Big Data的时代 那以太空科学来讲呢 其实也是现在也是一个 我们很好的机会 就是我现在这边这张图是NASA三个Division底下 其中一个Division 就是Helophysics Division下面 所有已经在Orbit上面 或者是即将要被发射的那个卫星计划的一张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光是NASA下面的一个Division 它所包含的卫星计划就已经有这么多了 就是会变成是说我们然后每一个卫星计划 计划每天的观测跟每一笔的数据 这些每一笔的数据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 这个Helio Space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资料 那所以我们就是你可能这几年在报章杂志上面 或者是甚至假如你也是在太空科学界的话 你可能在那个conference里面 也渐渐会听到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使用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的方式去从他们的资料找出一些规律 或者是甚至是进行predict 好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就是那什么是太空呢 就是可能从这边开始可能会对我们太空科学领域内的朋友来讲 可能会稍微稍微粗浅的一点 所以你们就当作是娱乐来听听吧 好那什么是太空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2021年7月11号的时候 那个维京银河的老板他们执行了第一个 第一个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执行了人类第一次的商业太空旅行 但是他们最后到达的高度呢 其实只到86公里 所以当时各界就开始对于这个太空的高度定义产生一些争论 那当然他们的对手当然不会 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所以蓝色起源就是那个亚马逊的公司 亚马逊公司的老板 他的公司 他在隔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左右 10天左右在7月20号的时候 他也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商业太空旅行 但是他们这一次到达的高度是到100公里 其实这个就等于是已经抵达我们所谓的太空的边界 然后那这个边的这个太空的边界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卡门线 然后其实卡门线你假如去找一些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 其实他其实不是官方或者是比如说一些organization他们定义出来的线 他其实是有很多讨论 然后我觉得最能够理解的就是比较有科学背景的一个解释是在这个高度呢 他的空气密度会使他的飞行速度 就是飞行器的飞行速度足以能够维持飞行器的高度 让他不要往下掉 然后但是在这样子的飞行速度之下产生的摩擦热 也不至于损坏飞行器的结构 所以他刚好等于是位于一个在工程方面的那个的临界点 能够能够维持生力跟那个摩擦热的这样子的平衡的一个高度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太空环境与地表环境有哪些不一样 我旁边这张图呢 其实就是我一直觉得是一张还蛮好的summary 就是他把温度啊密度 气体密度 然后跟太阳的关系 就是全部都包含在这里面 然后在温度的方面呢 我们能够看到说在地表的温度跟在 比如说在200公里高以上 就可能会差了大概 差了大概600K左右 那那这样子的温度的 温度的profile 大概会是跟哪些 哪些factor是有关系的呢 好那主要 那主要假如我们从 就是 就是温度的profile其实是跟跟一些中性气体是是非常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在平流程所观测到的增温 它其实是臭氧吸收了紫外光所形成的 那那再往上一点 一直到中气层降温的部分呢 其实是跟二氧化碳有关系 然后继续再往上一点的热气层的部分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 就是热气层随着高度增温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因为吸收了就是上面的中性气体 它吸收了来自太阳的那个比较 比较Energetic的Radiation 所以让它整个环境的的温度升高 随着随着高度而升高 那在中性气体密度的部分 我们也能够看到说 它在地表上与在太空环境 我们所谓的近地太空环境 大概几百公里高左右的这样子 高度也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除了O2跟N2 就是氧分子跟氮分子的分布 它是以在低层大气比较低层 它的profile的分布是以从 是随着高度而递减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中性气体就是氧原子 它因为它在低层大气 就是在我们地表这边 它的活性比较大 所以它没办法存在太太 它没办法 它会很快的就跟其他的气体做反应 所以在低层大气里面 分布其实很少很少很少 在那边的高度它会有来自太阳会 太阳的那个radiation 对O2解离 然后会让那个atomic oxygen 氧原子在那个高度 它的lifetime会比较久 所以你会观测到有一个 大概从90公里高开始 你就会开始很明显的观测到 有氧原子的存在 好,我们再往上一点 你可以从这张图看到说 在往上一点 大概在150公里高左右 我们会有看到一个 有一个氧原子跟氮分子 有一个交界的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我们很常用 就是在太空科学里面 我们很常看的一个factor 就是氧原子跟氮分子的密度的比例 从那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从那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大气它的垂直变化的一些活动 为什么它可以看垂直变化呢? 那是因为在比较高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到说氧分子的比例比较高 然后在比较低 就是在那个交界处 比较稍微低一点的高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观测到 那个氮分子为主要 氮分子的比例会比氧原子高这样子 所以我们叫做ON2 ratio 在太空科学里面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factor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在比如说是那个垫浆的密度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说在地表 在地表里面你可能不太有机会 可以有垫浆在你身边这样 但是一旦到了上大气层 当来自太阳的radiation dominance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它开始能够解离这些中性气体 然后在这边我想要点出一点是说 在我们刚刚提到的ON2 ratio 在那个f乘的时候 我们所观测到的就是 它在f乘的电子浓度 其实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ON2 ratio 是乘正比 好那简单介绍了几个我们常见的 近地太空环境的观测方式 我们第一个我想提到的是地面站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很直觉的就是我们想要知道 活动在地球的地球人想要知道 太空环境到底发生什么事 一定就是放个东西在地面上 然后往上看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直觉的一个观测方式 但是这边我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第一个例子是以电磁波的方式 去观测电磁层的扰动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室 它在应该在智利还是在南美洲 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那个VHF 高频电磁波的一个观测站 然后另外一个很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方式 就是我们直接放个相机在地面上去看 去看这些发光现象的活动 其中一组最有名的全天相机的阵列 就是算是西密斯的地面 西密斯的那个地面观测网 就是在我这张slides里面的右手边 然后第二个常见的观测方式 就是使用碳空火箭 碳空火箭跟卫星比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能够到达 它能够真的到达卫星 它没办法到达的高度 去做现地量测 然后在碳空火箭里面有 也是有几种不同的观测方式 其中一种就是直接使用仪器 就是使用在火箭上面的仪器做现地量测 另外一种是像旁边这样子的 像右手边的这张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有一些在高空一些发光的反应 然后这个很明显的不是自然的现象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使用一些化学物质 他们释放化学物质 然后再高空 然后可以让这些化学物质 比如说产生了一些 比如说像低沉的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扰动 我们就可以观测到在高度的一些风场变化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个人算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使用卫星囚宰的方式去做观测 然后以卫星的方式也是有两种 两种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搭载在你卫星上面的这些仪器做现地量测 然后也可以利用 也可以用 用我们叫做远距窑测的方 方测去得到你要的资料 然后我这边以我目前工作的卫星计划的资料来当例子 就是我们的卫星可以同时量测 在600公里高左右的这些 我们叫做电浆的速度 就是电浆的那个 drift OK好 让它有点忘记那个中文要怎么讲 就是你们可以想到说就是一团电浆它的那个移动的速度 飘移 那个是念drift是翻飘移吗 好没关系 反正就是一团电浆的飘移速度 好这个我喜欢 谢谢 好然后除了这样 除了电浆的 除了现地量测的电浆之外 我们也有 在我们的卫星上面也有一个利用 在我们的卫星上的方式来观测在离卫星大概15度以北的地方的封场资料 那好你可能会觉得那我们卫星为什么可以做 远距遥测的就是为什么可以用远距遥测的方式得到这些资料 其实是因为大气辉光帮了很大的忙 就是我们从大气辉光里面可以得到很多 比如说离子浓度的分布 比如说离子浓度的分布 然后也可以得到 也可以得到 假如你利用都普勒效应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风场的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假如我们利用去比较不同颇段的大气辉光的资料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反映出在远方的那个温度的高度变化 然后以这张slide上面来讲 这张照片其实是从国际太空站上面所拍到的照片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从高到低 我们有来自氧分子的绿光一直到最上面 氧原子跟氧原子有关系的红光 所以等于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在这些大气辉光所cover的这些高度 我们都可以从都可以利用这些大气辉光 大气辉光来帮我们得到一些 我们想要的这些parameter的观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资料跟机器学习 我们曾经做 我们这几年做过的机器学习部分的一些成果 第一个想要介绍的是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然后这边先题外话一下 我想要提到的一点是 这几年机器学习好像很红 但是它其实机器学习它不是新的发明 它最近会变得非常蓬勃发展是因为 我们电脑硬体的 电脑硬体的进步 让电脑可以一次process 那些资料的量变得比较大 所以会变成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能够要吃进很巨量的data 这样子的概念能够很轻易的让 比如说让很多研究人员 甚至是一些 甚至是比如说你只要有兴趣你在家 你可能用你的PC 你就可以run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所以我这边想要说的是 就是其实机器学习它其实就是包含在 我们所谓传统的所谓的人工智慧领域下面的其中一环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比如说刚刚讲到的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或者是甚至是在更最后会提到的 那个neural network的部分 那些其实都只是在机器学习底下的一个范畴 好那我这边的这个范例呢 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从机器学习里面得到的人类的脸谱 所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他们就是利用人脸 就是他们accumulate大概 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2000多 2000多张人的脸孔 然后就计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张脸谱看起来很像鬼的脸谱 就是这2000多张脸谱的平均值 然后这些旁边这些小的呢 就是是所谓的特征脸谱 就是这个脸谱是算是在这2000个 2000张脸谱里面算是比较明显的特征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特征脸谱的计算能够能够帮助 比如说帮助业界能够完成什么事情呢 它其实主要的贡献就是你能够用这个去完成 比如说人脸辨识啊 然后比如说是一些你在自动驾驶 在自动驾驶的车子里面 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认识去判断出是不是有人的影像在里面这样 那好 它其实刚刚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它其实主要背后的algorithm跟理论 它其实主要就是利用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它的中文我刚刚找了一下它的中文是翻成组成分分析 它这个分析方法其实已经历史非常悠久了 它是始于1901年由Karl Pearson发明 然后Karl Pearson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广泛使用的 广泛使用的发明 就是我们所谓的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就是其中计算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其中一个 就是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也是来自这位先生 那好 那principle component 既然它已经存在这么久了 你可能在其他的paper里面也可能会看到过 就比如说在更早之前的paper 很多paper都叫它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叫它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EOF 所以你们假如你也是在太空科学或者是大气科学相关的同行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EOF 就是你假如在paper上面看到EOF的话 它其实也是PCA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PCA它主要是 我这边就省略掉所有的线性怠速的部分 就是用一两句话 把这样子的一个algorithm就做一个总结 所以PCA它主要是找到变异数最大 就是像旁边这张图 找到变异数最大的时候的向量 然后它可以就是你找到这些向量的时候 比如说这些蓝色绿色跟红色的箭头 就是在这一团资料云里面 你可以找到的它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那个 eigenvector 然后你找到它 你找到这些access之后 有能够做什么事呢 除了你能够得到那些特征向量 这些特征的变化之外 你也可以从这里面然后去 就是你假如把它利用在一个多变数的系统的话 你可以用来降低它的维度 然后让一些hidden在这一团资料团里面的一些特征 能够清楚的被分开 那好那这边 那前一页的特征脸谱 在PCA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N为N by M 就是一个2D image 这样子的一个多变数系统里面的特征想量 它的 eigenvector 那我们拿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拿来分析gold卫星上面的之前提到的on2 ratio的特征空间变化 那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比较大的图 它是 是它的 是在这段期间的平均 在这段期间on2 ratio的平均 就是你 以前面这张来讲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平均脸谱 所以这张就是on2 ratio的平均脸谱 那旁边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征模式 就是来自于PCA Principal Analysi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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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到了得到这些特征空间变化之后 我们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拿来看它的 主要模式的 的 的时序变化 就是我们假如 我们假如把每个位置的 的 on2 ratio 把它写成是它的 mean 然后再加上一个 weighting 然后乘以它的 PCA eigenvector 这样子的形式的话 旁边的我们找到的这些时序的变化 其实就是这个alpha 这个weighting 在相对于每一个刚刚看到的这些特征变化的时序分析 那我们把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持续 持续的资料 这样子的一个time series 把它再进行用小波讯号分析 做处理的话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在PC5 在第五个特征模式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强的 大概六天左右的讯号 然后我们有做一些verification 就是有确定说这样子的一个六天的讯号 是来自一个是属于大气行星波林底下的六日波 所以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利用PCA 来完成identify这个六日波的讯号 然后除此之外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on2 ratio的评的特征脸谱 也能够可以给我们这个六日波在空间变化 在空间方面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主要是来自高维度 然后是在在低维度的话 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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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就就比较没有这么这么这么强 然后这些也都是也都是符合符合这个行星 行星六日波的特征 好那那接下来刚刚讲的是我们成功的例子 那讲的一个稍微成功稍微这个现在这边的这个结果 是稍微成功又稍微失败的例子 就是我们尝试的神经网路 neural network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 preceptrum它其实就是神经网路里面的最小单位 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就是 这就是人的神经 我上次看这个图应该算是我高三的时候了吧 对然后他就是他人的神经长这样 然后然后科学家工程师就把它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 来让我们的来让我们的机器去去去去去去学习 去分析多重input的资料 然后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在input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就是类似于是速途的部分 就是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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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反应的部分 然后在运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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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 把那个资讯传送出去的方式 好 那这是前面这边讲到的是神经网路的最小单位 那其实神经网路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架构 就是我这边摆了两张图 就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神经网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架构 然后它也有不一样的 不同的架构也有不一样的特性 然后我这边想要提到的是 我们所做的测试 是主要以针对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也简称叫做RNN为主 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recurrent cell的这个部分 是会把学习出来的资讯再喂回来原本的cell 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序列能够学习到上下序列有关联的讯号 那好这边除了在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这样子的一个network底下 我们又特别选用所谓的long short term memory architecture 然后它在这边的long short term memory 它有比那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是能够它是能够它有它里面有机制是能够决定你什么时候忘记掉你这个序列的机制 然后甚至是什么时候开始记住你目前所有的记忆 然后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你就可以等于是从利用前面的资料来去predict之后的资料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就非常适合我们做太空科学的资料的特性 因为我们的资料是continuous 就是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属于连续性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我们的neural network里面能够帮我们记忆 能够帮我们保有在目标时间之前的这些资料的一些特性 好那怎么样去做one dimensional的long short term memory的model 我这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尝试 就是我等于是把它切成不一样的step 就是每一个step我就给它喂进去一长串的资料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我先喂了10个数的阵列这样子 那在这里面我把它分开成一个set叫做transets 一个set叫做testets 在testets里面我是之后要拿来verify我这个machine learning 出来的model之后用的 那在transets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喂进去 那个tensorflow里面的LSTM model里面去帮我们找到 根据这些data所出来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那什么neural network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好那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那好那在我们过度解读 在我们真的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跑我们的太空资料以前 我想要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就是假如我们用一个periodic的signal进去 让这个LSTM去学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你在这边看上面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说 OK我喂进去的是类似是一个非常周期性的讯号 然后那出来的讯号我这边下面这张图 是predict就是让机器学习之后的模型去预测的值 然后去减掉我的verification的set就是test set 你会发现到在我的predict跟test 其实是它的那个变化量大概是只有0.4度左右 但是相较于整个data它的变化度是大概是 它的变化幅度是40度 我们觉得这个结果是还蛮不错的 但是假如我们想要进一步真的去做未知的data的predict的话 结果就没有这么好 就是我们假如我们假如在organize这样子的一个table的时候呢 是只有给到只有给到前面这些数量 然后但是但是要要求前面这些data去predict下一步的话 以这样子的架构下去算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说它的那个发散的程度就会开始慢慢出来了 甚至是在非常近的时候 就会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说它的发散程度 已经明显大于我们资料的震荡的幅度 那假如我们相信说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model可以拿来 就是假如我们先不要做prediction的话 那LSTM是不是能够用于卫星观测的资料 就是因为我们卫星的 我们卫星观测的资料 跟刚刚那个quasi periodic的资料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乱七八糟 然后很noisy这样子 我们想要知道说LSTM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能力能够吃真正的像这种很noisy 也不是很noisy 就是吃真正的资料 我们的结果是 假如我让这样子的cycle去train了300次之后 它的结果会感觉还不错 就是correlation coefficient大概有大概七左右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有机会能够 能够运用在卫星观测资料上面 但是我们假如进一步去verify说 那在这个一天的那个 假如我们用一天的LSTM 就是用一天的资料下去train那个LSTM的model 那有多久它会开始发散 就是像这种这么完美的情况 即使像那样子也会炒掉 它就是也会失败 那我们这边的结果是 就是我这边下面这张图的结果就是把那个 我用24小时的window下去找 下去找这些 找predict sets 找真正的卫星资料 跟那个predict出来的资料的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你会发现到说大概过了 这边是2万多 大概过了10天左右 大概过了10天左右 那个我们的资料就会开始 资料的品质就会 predict出来的品质就会开始下降 然后甚至是它有一些 甚至在correlation coefficient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它那个predict的品质 甚至有一些periodic的讯号出来 然后这些的话 我们就是还需要 还需要做一些更进一步的 更进一步的verify 因为它有可能会跟 OK我们卫星的 卫星的 卫星的 卫星观测的维度 或者是 或者是甚至 甚至可能会跟那个 我们卫星资料本身里面所存在的 这个data gap 是有关系的 最后面我想稍微很快提到一下 我们做失败的部分 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尝试用 neural network 想要去解决我的问题 是想要去merge 两个卫星的观测资料 我想要 我想要 就是两个卫星 它们分别是gold跟icon gold的话 它的轨道是 它的轨道是在geostationary orbit 它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在亚马逊雨林的上空 所以看到的是一个美洲 然后跟大西洋的这样子很大块的disk 它的field view就是一直都是固定在那边 然后非常大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计划就是icon icon icon 它是一个低地球轨道的卫星 它的卫星的轨道是27度 所以它是这样 它是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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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位置跟观测的地方都是一直不变 那我们就是最开始就是做了一些测试 就会发现说 其实要让icon跟gold在看到同样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困难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会造成是说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机器去neural network 去学那个从icon跟gold看到的质资料 我们必须有一些必须有足够的量是overlap 我们才能够去比如说利用一些 利用一些几率分布的概念去predict 那它在远离icon观测的时候的资料的演化 但是因为icon跟gold它们之间的overlap 实在是真的有点少 就是以我要做neural network里面来讲的话 是不够多的 所以我这边总结就是两个challenge 就是第一个就是icon跟gold它没有常常看到同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gold它的data 它是属于一整片的 然后icon是属于你可以把它想象说gold data它是2D icon data是1D 所以你要你在organize你的neural network的training set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挑战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在这方面成功的原因 然后所以我已经落地霸说讲了这些讲了这么久 这边是最后一张slide 好我这边稍微做一下总结 就是总共有四个大概四个结论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近地的太空环境 跟地表的环境非常不一样 然后它可以藉由地面测站 然后太空火箭、卫星 然后搭配大气汇光的观测作为两侧的平台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成功的部分 就是我们利用PCA有找出O2N2的特征空间变化 然后也并且得到了六日坡发生的时间 还有它的维度的变化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利用LSTM下去处理 试着使用LSTM在我们真实的卫星观测的资料 但是目前的设定以predict的部分来讲 目前的设定会使predict发散的太快 我们还需要去做调整那个部分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失败的部分 就是我们尝试结合两种不同轨道的卫星资料 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成功 然后因为那个观测范围重叠度 重叠度太小是最主要的原因 OK好我今天的talk就到这边 谢谢你们的 谢谢你们在这边听我报告 谢谢 好谢谢晏龙的演讲 那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开始讨论就是一些问答 那因为还是在录影中 所以这些问答都会在录影的情况下 那等一下当我们结束录影之后呢 还可以继续再跟讲者互动 那就是看大家怎么决定 好那有没有任何问题呢 或者是假如大家害羞的话 我们可以把录影停掉也没关系 对没错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哈啰当然可以 嗨好久不见 因为刚刚听了就是你做的一些机器学习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做 就有个问题好奇想要问你在训练机器学习的时候 你的net一次都就是训练多少个呢 就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做法是我会训练好几个不同的net 然后就它会有各种就是因为我用的是deep learning 所以hidden layer就是每一层的设定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知道你一次就是一次去train多少个net 然后就最后又是以什么标准去选取那个你认为可以使用的net 你是说hidden layer我是放几个hidden layer在里面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一次你一次在训练的时候 你都会一次训练多少个net 我大概只我目前只只focus在LSTM而已 就是一个network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你你你指的net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用一个方法去去训练net 可是我的hidden layer可能给它设定好几个不同好几层不同的佛路 我可能第一层设定假设五到二十个然后第二层也是五到二十个 然后之后它不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组成吗 就是可能我我直接生成上万笔的net 然后之后再去海选它们的表现这样子 我没有做到这样子的部分 我单纯就是就是很就是就是用 我有点忘记我这部分我这部分的工作我做的那个hidden layer我是放几层 但是我这边有确定说它的那个loss有有有有有慢慢趋近于平稳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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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小的情况下我才把这个learning的结果当当做是可以进一步 接下来去predict我的资料的model 但是我我没有做到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去比较不同的不同的情况下出来的出来的出来的结果 了解因为我之前这样子比较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即使你是用同样设定的hidden layer的就是数量 就是你比如说hidden layer一二三层都是五十一十二好了 你重复训练的时候一样的hidden layer它还是会有不同的表现 重复训练的时候 重复训练一样的hidden layer数量 因为它的那个神经元它会去对到不同的神经元导致它最后出来的表现还是会不一样 但是它出来的结果会差很多吗 就是你之后 你在那个verify的时候你有发现它会差很多 有有有还是差很多 而且我原本是用我自己设定的model去跑 然后我发现擅长predict model模式的不擅长就是看真实现象 然后擅长看真实现象 一定擅长predict model出来的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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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蛮有趣的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你很接近你很接近成功但是训练net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tricky ok ok I'm glad you have been doing that too 你已经说什么了 跟我同事说training a neural network is very tricky 然后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呢 没有他自己训练就知道了 就算你一个班然后都交到一对双胞胎 他的学习成果也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嗯有点像这样 yeah yeah 好谢谢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可能之后会去多尝试一些组合 然后甚至是甚至是那个hidden layer的数量 然后跟那个activate function的选择 这些完全这些就是我们还没有做到非常非常巨量的去搜索这部分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后之后之后需要做的事 嗯 不过谢谢你的分享 哦好谢谢 嗯 哈哈哈谢谢 好好那还有没有问题想要发问然后是同时被录影的呢 好那我就先关掉录影咯 ok好 嗯 嗯